五点多法拉利千万超跑就这样 围停在南京东路的人行道上 有民众检举之后 警方公家脱掉车到场发现 这台车子底盘低脱不走 改启民间脱掉业者 半小时后车主出现了 看到警察表情不耐烦 被开单之后还在警方面前红灯右转 行径相上嚣张 清晨五点多一辆灰色小包法拉利超跑 大辣停在南京东路五段的人行道上 因为超跑轮框过大底盘太低 拖掉业者前来拖车 但就怕要价1600多万的名车 受损洞都不敢动 没办法拖啦 我公家机关的那个内部太低了 原来警方凌晨结果检举 这样发力阻碍民众通行 到场之后发现车上 没人先进行举发开单 没想要半小时之后 这名28岁年轻超跑车主就出现了 所以你现在出现我只能进局啊 我不能只开白单啊 有什么 你开白单啊给你听说啊 你直接小票红灯就好了 车主戴口罩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耐烦 坐在车子里面表情相当无奈 因为人出现了 警方也只好直接开出 1800元的围停罚单 这证明车主离开时还刻意挑衅 警方不但油门踩了就冲 看完法案之后 还红灯右转大胆违规 整个说超跑车主开罚拉利名车 欺言独子高涨 我一个画面有没拍的一经二处 恐怕有